大家好,歡迎回來 每週一個環節採用我身邊的嘉賓 是要財證券研究部的經理,直耀輝Stanley Stanley,你好 Stanley,先回顧一下上一次你的推介 上一次跟大家推介了一種 比較食證熱潮的方網股 新移網8008偏好這隻股份 市場升勢已經相當不錯 但股價表現做得更好 對科網的板塊比較樂觀 如果以期內科網股來說 6%是否很多,又不算是 騰訊也知道,騰訊之間都可以升6% 你說這些比較上一些概念的股份 升6%真的不出奇 當然不是太厲害了 只不過這個板塊本身 都真是食證熱潮的 如果以上星期推介這些股份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互聯網的興起 甚至乎現在這一刻 雲端的技術 這些技術 越來越盛行的時間 對於一些數據中心的需求 都越來越大 正如上星期也說到 就像IBM為例 IBM在全世界 在今年的時間 都會用12億美金 去做15個資料中心 都反映了 似乎是雲端的科技 對於這些資料中心來說 其實是另一個商機 所以變相之下 對於公司的發展 未來的發展 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依然是比較正面 而且如果以上星期的 投資部署來說 都會買入這些股份 我近期發覺 我推出一些股份 原來都買不到 這隻比較上 幸好買得到股份 所以買不到之後 我都建議 而有貨的話 先拿著它 希望你說在這一段時間 這個叫互聯網的熱潮之下 這隻股份 都是其中一隻受惠的板塊 其中一隻受惠的股份之一 是的 繼續食證熱潮概念 看來是荒網熱 暫時今年來說 繼續都是投資主題 在推介股份之前 Stanley想和大家做一點回顧 之前有些推介股份 因為一些消息之下 令到股價表現做得不太好 其實這隻股份 我記得當天的風險因素 沒有提過這個風險 但也有輕輕拉過下 或者政治的風險 其實這個 你可以說是正經相關 這隻其實是華流能源 1.251 其實事源就是上星期 有一天 突然股價急跌下來 跌下來之後 我錄了一個奇怪 為何突然股價跌得這麼急 突然間同一個行家都研究開股份 聊天 聊一聊 突然之間 原來有機會 可能是哈薩克斯坦的貨幣是貶食 事源就是 其實之前的時間 我都有看過哈薩克斯坦的貨幣的情況 之前的時間其實幣價幣的幣值沒有改變 但問題是在之後公司也通過一個通告出來 就是哈薩斯坦這個國家宣布 中國貨幣的貨幣貶值差不多兩成 所以一出完這個消息之後 其實你看到它的股價其實表現是很差的 因為下一張照片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事源就是 這個是上次介紹這隻公司的時間 那個業績的情況 你會看到的 公司本身在哈薩斯坦那邊 其實那個佔比其實很重 所以變相之下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對於公司的股價影響其實很大 大致不過你說那次的跌幅 那次跌成一乘七有多 那次最多的時間 其實有一點反應過敏了 因為如果你計算數的話 以哈薩斯坦為例 他佔大約四乘坐的業務比重 假設兩成的話 即這個數沒有兩成 其實你的影響性 我覺得都相對是有限的限數 但當然你說如果現在這一刻 公司多這個不明朗的因素的話 變相之下 即現在這一刻我都會建議 未買貨的投資者 都會審某些好 即我可能幫朋友觀望一下 有貨的話 如果他有機會踏上去的話 我都會建議先行估出 好 麻煩了 跟大家回顧了 上次來講 Stanning跟大家推介華油能源 為什麼 什麼原因 因為急跌 最主要都是哈薩克斯坦 貨幣因為貶值 除此之外 之前都令到坑林能源都說影響到 股價都跌了下來 跟大家回顧了上次的推介 今個星期有同家推介什麼股份 上個星期就食證大家炒作主題 今個星期有什麼股份 又可以在股開裏面尋一下 這隻是半炒作 不過我又這樣說 我推介那些股份要放下 你不會想買完之後會升 因為有一隻大家可以看看 有隻954都做得不錯 不過這隻可能要先放下 那這些不說含不說廢話 那今天先講主題 今天推介這隻股份 都自然推介過的 就叫做北黑遠東 編號752 大家又可能對它認識 又不是太深入 因為始終它的業務範疇 又真是對展覽方面的業務為主 不過這一輪大家有看電視 都知道這個索蝕的冬季奧運會 其實公司是有份參與的 這才稍微再講一講情況 公司有份參與相關的展覽 和市場推廣的業務 都說Stanley推介過了 就不止推介了一次 每年都推介一次 2012年7月10日推介了 又被你捉了 你選得到這件事 2013年3月19日推介了 今年2014年2月份又再推介一次 為什麼呢 其實公司之前推出了一個業績 其實業績就一般 你問如果看大數的話 其實是不太理想的 但這個可以解釋的 這個都稍後可以再跟大家 現在可以再看一看那個業績的情況 因為事實上 在看公司的業績 你會見得到的了 即是下班會見得到的了 嚴格上公司上星期出的業績 你會見得到 因為它的年期是10月31日的 你會看回它的業績的表現 其實嚴格上來說 看大數不是太理想的 是慢慢地的 收入方面其實是跌了的 另外你看細數 當然你說以無利率也好 機營日利率也好 純利率也好 都是升的 這些數據反映公司的 經營狀況其實是不差的 但如果純粹看大數的話 比如說收入跌了 另外機營日利也跌了 甚至純利也跌了 連以EPS方面也是跌了 其實你可以說這個情況也反映 就是公司上年那個經營的情況 都可以說都不算是特別理想 公司管理層就歸咎於 因為去年來講 全球經濟 歐美市場是一般的 內地方面大家就說 經濟可能放滿的情況 所以令到展覽又或者市場 推廣的嚴謀來說 有些倒退 這個都說得通的 因為其實你可以說 公司本身 剛剛都說到 他們做了一些 負責幫人做一些展覽 這些大型的項目為主 而在2013年的時間 其實你回想沒有什麼特別的 大節日 即是大的節慶 不是節慶 應該說是一些大型的盛事 例如你好像說 今年有這個世界盃 再較早之前的時間 有前幾年的時間 有奧運 有些叫細博 但上年來講 真的好像沒有太多的 這些叫做盛事舉行 所以變相之下 公司都缺乏了一些 叫做一次性 大型項目 這些叫做收入 另外你可以說 全球的經濟放緩 都令到很多的公司本身 可能在推廣方面 可能那個預算都會少了 特別是一些什麼呢 其實是一些叫做歐洲方面來講 因為見到經濟的狀況 都好像不太理想之下 很多的公司本身 原先打算加大推廣 都可能會首先 現在這一刻 先停一停 看看經濟的狀況是OK之後 才會再做一些叫做推廣的行動去做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公司上年來講 如果你要以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其實公司上年的收入 跌一成三 我覺得它挺厲害的 就是在缺乏一些叫做大型的城市的活動 這段時間之內 公司都依然那個跌幅 收入方面不算大過顯著 其實反映上是公司算做得不錯的 另外也可以說 剛才說到經營利潤方面 其實是升的 雖然升得不算很多 但都反映上是公司本身 在那個叫做成本控制方面 做得不差的 然後公司都是一如以往 都是派5.5的趕先 就是無期息不變 反映上是公司的場務狀況 都仍是穩健的 好 繼續和大家看看 它公佈的截至10月底子的一個全業息 我們看到佔了收入佔比 達到超過7成4的展覽 和項目市場推廣服務 最大的核心業務倒退了 接近一成 其實去年的經營環境 其實都反映了出來 就連核心業務也有一個倒退情況 其實是的 不過在營光幕上 可能先說一些細項 例如博物館這些 跌幅都挺顯著的 但你也可以說 本身因為始終全球環境 是不太好 所以有這樣的情況 都不出奇 但另外你可以看回 例如展覽項目 甚至乎 品牌標籤這些 都是差的 事實上 其實你說因為 公司 即北克遠東所做的 這個業務的範疇 你可以說它全部都是 可以跟一些推廣有關 即不論是大型的推廣也好 甚至乎你可以說 對一些品牌的推廣也好 其實是很有直接的關係 假設如果你 本身一些公司 它是可能是 對於那個前景方面 可能很審慎的 做少了多一些市場推廣的東西 即市場推廣的東西 對公司的影響是比較大 而且如果你假設那年的經濟大環境 是不理想的話 也可能會少一些公司 去參與一些大型的展覽 所以變相公司 其實都可以說 挺看全球的經濟大環境 而回到上年的時間 大家都知道 外面來說 你可以說美國 跟歐洲方面 其實是不差的 即那個經濟環境是不斷轉的 但無奈就是 中國裡面 反而是差了的 因為中國大家都知道 你說去年有很多的 叫做一些高端的消費 其實在那個叫做打貪腐之外 還包括了就是 經濟條結構 所以變相對於這些公司本身的影響 其實是挺大的 所以剛剛講到 其實你說公司的大數本身 嚴格上是否很差呢 我覺得是兩體 至少是說 那個跌幅就不算太顯著 所以其實就看你 看看那個角度是怎樣妄想 但我個人覺得就是 你回到這個經濟環境裏面 都算是一般的時間 公司依然有這個表現的話 我覺得算是這樣的 看看北海遠東方面 業務分佈的區域佔比 剛才看到 內地去年的經濟環境差了 是大中華地區 佔比來講 2013年去到62.14% 大中華地區包括香港、澳門、台灣和外地 內地經營環境今年是怎樣 佔比越來越高的時候 有沒有面臨挑戰呢 其實你說佔比這個趨勢是正常的 因為你也可以說 因為本身 如果你經歷過之前環球市況的氣氛 其實是差的 你說歐美市場本身 是不是很好的 但變相之下 你把焦點放在內地方面是很正常的 簡單來說 以全球一些品牌的公司來講 有什麼公司願意再花錢去做多一些品牌的推廣呢 在內地 因為內地很多的品牌本身 你說現在這一刻 都真的只有你內地人認識 你說是否可能到全球一個品牌呢 其實是不可以的 所以變相之下 很多的公司 假設想打出去蓋市場 特別是一些車廠 那些公司 都願意花這些資源 其實是雙向的 你可以說很多公司 可能在內地方面 做了一定的規模 打出去的話 都可能要做多一些市場的推廣 反過來 一些可愛的公司 想進入中國的市場的話 這些的推廣都不能劃 所以變相 你可以說 為何看到內地的比重 在過去這幾年的時間 其實都不斷是 由一年 一二年 一三年 不斷是上去 這個趨勢是很正常 反過來 你看到其他地方的佔比 其實大於小了 其他地區包括什麼地方呢 其實包括美國 西班牙這些 西班牙為何會有這麼特殊的情況 會佔比比較多呢 因為本身當地有一個叫做 是紡色戰 就是巴塞隆拿的一個 紡色戰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它的佔比 都不小 但怎樣都好 這個的燃光幕上面 叫做這一堆的數字 有個大數 其實大中華地區這一邊 你可以說都是公司 一個叫做發展的 未來的重點 所以我都相信 這個佔比 發展之後的時間 特別是大中華地區 都會慢慢會再 比例方面的機會會再更加之多 謝謝 跟大家回顧了 公司2013年的全聯成績表 都看到它一些財務數字 管理陳華歸咬原因是因為 環球經濟來講 增長情況不理想 令到2013年的業績 做得一般 展望2014年 有沒有機會有一些大型多點的展覽 或者環球經濟好像慢慢復甦起來 所以大家都展望2014年它會做得好呢 這個是真的 因為其實公司本身 真的可以 可以看全球有沒有特別多的城市 其實很有趣的 你看到公司的業績的話 逢是什麼日子會特別 業績特別好 好像之前 上海細博之後那一年 因為那些數字入漲 另外奧運會 另外大城市 可能你說世界杯這些 今年來講 比較多城市 上年來講 你說13年的時間 的而且確 就真的欠缺一些奧運會 和一些叫做世界博納會 這些城市 因為之前博納會 就是在上海細博 另外就是南韓的麗水 下一轉應該是米蘭那邊 這個可能是私有的事 但是你說現在這一刻 公司 即是上年時間 公司都講到的 就是說 都是加強一些現有客戶的發展 配合他們一些叫做市場推廣的策略 去發展 所以變相之下 在上年時間 剛剛講到這個展覽和項目市場的 推廣的廣告服務的分佈 其實跌幅 就真的不算太多 反而十了 其實這個數字 我覺得是 我接受到的 但是下年就不同了 14年 即今年的時間 其實公司本身 真的會比較多 叫做一些項目 會做到的 公司自己是一些 叫做 都講到的 其實今年裏面有什麼大的盛事呢 就是巴西的世界盃 俄羅斯的索洩的冬季奧運會 現在正在進行 另外新加坡的航空戰 另外是上海和新加坡的 匯豐的孤爾夫球比賽 這個都可以說是 全球是一個 比較上是幾瘦到 終目的盛事 另外我剛剛講到的 巴塞羅納方面 都是一個世界移動通訊的大會 其實西班牙那邊 你可以說是很多的展覽會做 剛剛講到一些紡織 也都在今年的時間 有一個移動通訊的大會 另外都是上海的迪士尼 其實迪士尼 也都是在上海方面 都會叫我做快開幕的了 在1415年的時間 公司都已經接到一些 比較上合作的服務的合同 所以變相之下 公司是回到之後的時間 其實你可以說 這些公司本身都有份參與 甚至你可以說 現在 譬如說像上迪士尼這些 那些是跨年的 1415年都會做 所以變相之下 公司今年的業績 其實我覺得有點衝勁 我看到公司業務層面這麼豐富 其實所有世界大的城市 它都有份參與的時候 其實只要是否說 一有世界有城市 又或者一多展覽 又或者多品牌推廣的時候 公司業績一直做得好 因為其實很多大大型的展覽會 都要找它去做 其實是的 因為本身 你可以說做一個大型的展覽 的一個活動 就不是容易做的 還有你可以說 當一些大型的公司 就是找到你做的時間 你做得好 你節節而言 很多變成你之後的時間 你再要投票這些項目的時間 反而會容易做的 因為別人信得你 還有就是說 不會謀言 可能給了一間 就是說 可能是你沒有什麼經驗 甚至乎 沒有什麼公司 所以如果以北克遠東來計 其實公司本身 做這個行業 就是做這個展覽的行業 都差不多停了30年 所以變相之下 公司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大型的節目當中 都經常會參與做這些城市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公司是有這個 全球的優勢 還有經常說 很多公司都合作了很多年 正如剛剛這樣說的 你可以說現在的業務本身 都遍佈是23個國家 當然有些國家 可能是中東 還有內地為主 在近年的出世上來講 另外也是可能 在之前的時間 公司都參與過很多的城市 例如說上海細博 就是剛剛說的 一個國際紡織的機械協會 就是ITMA 另外你可以說 這些經驗 就是剛剛所說的這些經驗 其實對於公司 之後拿的訂單回來 都是比較容易的 我都舉了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就剛剛說的是 這個索市的奧運會 就是這個冬奧的奧運會 其實原先公司的 公司本身參與的 這個叫做範疇 原先 其實公司是做些什麼 公司只不過是1、2、1、3、0的時間 就是幫這個索市 即是當局 是做一些 測試在臨時場地的 一些基建的設施 當時是做一些 可能是搭一個平台出來 給他們做一些 測試場地的 情況行不行 做這些是基本的設施 但可能因為做得比較 做得不錯 最後呢 公司也很順利 拿來這一次 這個索市 東國奧運會 一個合作的合同 當然你可以說 這個是對於公司來說 是一個叫做 因為別人覺得你做得好 才會再給一個更加支持 就是順利過 才會給整個項目去做 這個是其一的 其二就是說 公司本身 都是在新加坡的 格蘭比治達賽那邊 都是拿到合同回來的 這個下一張 slide 會見到的了 嚴格上公司 你可以說 原先 這個合同的合約 就是在2008至2012年的時間 公司已經拿到 這個5年的合作協議 但都是因為做得 做得不錯 可能做得OK 所以之後公司也很順利成章 拿來這個13年 到7年的合同 其實這些合同 你是拿來 有沒有什麼用處呢 最主要就是說 其實這些叫做 跨年的合同 或者是那個年期的合同 變相就是說 這些的合作 令公司本身 在未來這5年的時間 都有一個叫做 業務的保證 至少你可以說 在失業方面 會有一個保證回來 所以變相 假設公司做得好的時間 這些叫做 例如這些的城市 基本上你可能是每年有一次的話 對於公司來說 你拿去訂單 都會比較容易 好像這一次為例 這一次的合作之後 你可以說公司本身 會提供一些夜間的賽事的看台 觀眾席和豪華的一些 包括一些觀眾席的設施的維修設計 另外 甚至乎 你像車隊的 包上那個的維修車間 都包括在內 所以變相之下 公司製作這麼大 這麼龐大的項目 變相公司在之後的時間 收入方面 都會有一個相當可觀的收入 好 另外 有兩個例子之後 剛才其實一早已經提到 關於細博會方面 在2010年的時候 做過上海細博會 取得40個展覽館的服務合同 2012年在韓國方面 亦都取得相關合同 2015年 其實已經成功取得馬來西亞的合同 未來有望陸續 今次馬來西亞的合同 大概佔地2,000米 提供一個概念的設計 其實做開這麼多個 再拿合同 其實一點都不難 其實大家是否都已經 將Premium 加到業績期望上 你可以這樣看 因為本身如果以回 其實最威水的時間 是回到2010年的時間 即上海細博會 上海細博會裡面 其實當時你可以說 公司拿成40個展覽館 的服務合同 其實這個量是很多的 還有你可以說 那一年 我印象中 11年公司業績 可以說十分之良例 你看到這個效應 其實是很顯著的 當然 到了這個 例水細博的時間 即是立行那邊 那個管的量 其實縮一點 即是只剩下11個 但你可以說 吸取了這麼多的經驗之後 其實對於公司本身 在之後的時間 再拿這些合同回來 應該就不難 事實上 你會看到 世博在15年 就先進行 但其實現在 只不過在14年初的時間 公司已經拿了第一張合同回來 所以都可以反映 我自己覺得 就是 在之後的時間 公司要做這些合同 將會陸續過來 即過兩張會 將會越來越大 這個對於公司的業績 14年的業績 和15年的業績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幫助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你可以說 今次 雖然13年的業績 做得不太理想 但我覺得公司在之後的表現 應該會令到業績本身 有一個不錯的增長 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所以變相之下 現在這些水平 我覺得都不妨可以想想 好 剛才除了公司和集團 做一些展覽的業務之外 亦都會做市場推廣 其實現在很多內地的品牌 要打出國外市場 要重掃品牌 國外的品牌 要打出內地市場 也要再重掃品牌 其實公司現在手頭上 有多少品牌合作呢 都真的很多 營工網上面 你可以說是一些例子 但你會見到公司本身 很多元化 基本上 如果你看營工網上面 你會見到 很多是一些叫車行的生意 因為正如剛剛這樣說 可以說是一些車行 可能想打中國市場的話 都要找一些 比較上是這一行的專家去推廣 另外一些公司想打出外面的話 都是做這些推廣的渠道 所以變相之下 公司其實是很受惠 另外也都見到 其實營工網裡面 都見到 除了車廠之外 公司都有很多其他品牌 例如好像營工網上面 比較大一點 好像金融機構 好像匯豐 另外還有一些交通工具 MTR 甚至乎 你說現在這一刻 其實都多到一些機會 多一些什麼機會呢 就是一些電子產品的機會 事實上你可以說 很多內地的電子產品 都越來越受大家歡迎 例如小米 這類公司 華為這些公司 但怎樣幫他們出去推廣 是有點難度的 所以變相之下 很多這些電子公司 都希望透過一些品牌的宣傳 令他們本身 可以推廣的情況 更加之好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對於北黑遠東 這類公司來說 未來的商機仍然是很大的 好 跟大家看完 過去的經驗有多豐富 現在手頭客戶 訂單有多多的時候 其實大家知道 直北黑遠東 牌息的情況 非常穩健 也看到 息率比例也相當吸引 一直都超過五成以上 會不會其實都是吸引投資者的 另外一個主要原因 公司本身 你可以說 真的不是很缺錢 長期狀況都很穩健 還有現在這一刻 你可以說是正現金公司 負債都是真的不多 而且再看過去這幾年的時間 原來我上面 是過去這六年的 那個叫做 EPS和派息的情況 你會看到 在之前那幾年的時間 公司的派息比率 大概維持三成左右 至五成左右 在一三年的時間 公司派息也是派五成左右 亦公司說了出來 都預計在之後的時間 都依然會維持 派息大概是五成左右的水平 所以假設在今年一四年的時間 如果公司的業績 是有一個好的表現的話 派息應該都相當不錯 你可以說現在現階段來說 雖然那個叫做 市場方面又不算很高 大概四點左右 但是如果你說假設在市場的時間 公司是有機會 可能派一個比較好一點的息率的話 這些價位我覺得都是可以考慮的 好 謝謝 但是一直都說到 其實北克遠東的業務來講 受到環球經濟所左右住 其實今年來講 大家怎麼看經濟呢 就看經濟今年來講 是不是做得相當不錯呢 美國都減少買債了 但是左右住的時候的風險因素 會比較大一些呢 其實這個受到經濟狀況的影響 就各個行業都是的 但是只不過你可以說 對於推廣這個業務來講 是比較嚴重一些的 這是真的 因為如果你是假設 真的很簡單 只要如果你的經濟做得比較 可能是不一般的話 很多公司都真的可能不太想 投放那麼多資源 在廣告開始方面 所以這個風險呢 其實你可以說是 讓大家去再研究的地方 但是只不過你可以說 公司現在這一刻 真的叫做 那個股價都叫做 因為之前的時間 都回落了不少 所以變相之下 現在這些位置買的話 我也覺得相對比較安全 當然你說如果 假設 全球的經濟狀況 特別是內地方面的經濟狀況 再有機會是轉差的話 這個是一個風險來的 都可以說不可不妨 第二就是說 新業務方面 嚴格上 因為公司本身 剛剛講到做一些 叫做傳統 一些展銷方面的業務 其實那個業務 本身是有一個 可能可以說是一個 比較穩定的增長 但是很多公司 有些新的搞作 例如說 在近年的時間 都可能做一些 叫做 接入金融方面的發展 例如做一些 叫做金融PRO的服務 還有就是做一些 這方面的服務 可能加強這方面的發展 但是其實你看到 公司的業績狀況的話 這些叫做新的業務 本身的表現 是一般的 現在這一刻 依然有一個虧損 所以變相之下 你可以說 公司現在 或者是現在 想說可能靠一些 叫做新的業務 可能想說有些特位 但似乎比較難一些 所以初步看 當然這個業務本身 虧損幅度又不算很多 都是說是幾百萬左右 但問題是 如果這個新業務 一直都做得 不是那麼理想的話 變相在之後的時間 都要拖累公司 整體的表現 好 不如跟大家看看 北哈遠東現在 最新股價表現 現時來說 兩國三毛九升四仙 公司在今年 一月尾的時候 曾經股價大跌 連續急速下去 最近已經升了一些 上來 想買的投資者 怎樣保存好呢 這次我都建議一下 可以再試一試 因為始終股價 之前都有一個 比較大的調整 但現在現價來說 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價值方面 都幾吸引 所以初步看 假設真的有機會 回到兩個三島附近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 一個比較中線的目標價 看看兩個八為止 當然大前提 就是公司回到之後的時間 最重要是接多些等級回來 這個當然對股價 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幫助 以回到兩個三島的指示位 好 謝謝Stanley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Stanley 剛才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哪隻 自己有持有呢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 轉頭回來問答環資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 記得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 轉頭見